我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我們這次這個問卷的這個這個基本資料 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共有391個有效問卷 那在391個有效問卷裡面呢 前五名的這些名次大概有327個人 那剩下的60幾個人 670個人他們其實是填其他的這個行動職庫的部分 所以就沒有在我們這個票數 好啦已經有三個人說是第五名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第五名 好3 2 1 登登有沒有看到Google Pay 對Google Pay呢是第五名 是大家最常使用的第五 看一下就是這個他的基本資料 他這一次一共有得到就是21票 對那這樣換算比例起來就是5%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有5個人覺得他是最常用的 所以有人寫到說這個因為是Android手機 所以就用Google Pay 然後有人寫說手機內建 然後手機只能用這個手機是安卓 他說支援的商家很多 那其實基本上像這種手機的行動支付就是只要可以感應的刷卡機都可以直接做支付 因為聯邦2%的回饋可以用Google Pay減套 其實你也可以用Apple Pay減套啦 就是那個三大行動支付都可以這樣子 Sansung Pay也可以 所以現在還有人在玩聯邦的2%的這個活動嗎 就是輸入2%然後即輸入要就是認刷1%這樣子 我個人是覺得說有點麻煩 而且現在你現在用很多很多的活動 其實你很多回饋都可以基本上都超過2%了 所以你就不見得要拿這張卡片 就是用他的優惠來刷卡這樣子 比如說你用像拍錢包信用卡 他一樣也是就2.5% 也是很高的 謝長一說你真是新戶加1 太好了 有人寫說 使用安卓手機感應支付超方便 對 然後有人寫到說解鎖後感應快 這代表說 其實應該也是做的差不多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iOS的使用者 所以我就不太知道說大家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第五名的部分就是我們的Google Pay 我們從頭到最後一號 aisle 我們從頭到最後一把 人反而就很重 我們從頭到最後一把它移動 人生的 我們從頭到最後一把